大家好 今天是1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我见有些朋友留言 应该在上星期的时间 就这些货 都恭喜大家 不过未走货 当然看下你持有些什么股份 我稍后再跟大家分享 最新的看法 不过在说之前 先想跟大家分析 港股通的情况 因为今天这段片 其实也持续 原因是我想看 北水今天有什么动静 先跟大家再研究一下 今天的大数 大家都知道 A股伏市 港股通也通过 港股通有个很显著的 淨流出的情况 大概接近六十九亿多 而今天来计 如果你看到 深圳 上海的情况 两边基本上 都狂沽腾讯 沽压也颇大 现在 深圳那边 深圳腾讯 成交金额 大概是四十二亿 但当中的二十八亿 是沽的 即是大约有十五亿的淨沽出 而这个 上海那边 格格密密更夸张 这边淨沽出 大概是二十亿的 即是单单一只 腾讯 基本上今天已经是一个 很厉害的淨沽出 不过 反过来 特别之处就是 今天大家留意 ATM 阿里巴巴 腾讯 沽得很厉害的 反而美团 是有钱买的 美团今天是有正买入的 而且今天的时间 它的淨沽出 那个股价 其实跌了0.8% 其实不多 反映现况 就是 很多股份 可能之前的时间 急升了上去 很明显一些 笔水 即是今天 呼吸港股通 这段时间 就趁高又减绑了 反而反过来 有些股份 可能之前的时间 沽得比较狠 他们就逃回 其他股份 也有跌 又买 但大致上 其实你也看到 都是沽多个买 似乎有个别的股份 似乎出现了 另外一些的现象 好像 中堅龙 中堅龙买 另外就是 中海油 也是买的 商汤也是 商汤值得说一下 因为商汤在 上星期五的时间 是急升的 那天很明显 就是因为 有些人说 富士 有机会 可能在三月份的时间 那次 在BB股里面 可能将商汤 纳入去 成为 可能加上来成分股里面 即是指导 低富士指导 多个指导率 那 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正面 不过 就未至于你的股价 值得涨那么多 所以 就商汤大家都自己 看路了 不过就是说 市 那样东西 大市 今天跌六百多点 跌幅是厉害的 而且 你也可以说 单日跌那么多 其实 表现是有点差的 即是这一下 情况是有点差的 不过 如果你用整个港股 在十一月份 来计算的话 就差不多了 因为始终港股 在今个月里 那个升势太夸张了 其实今天很多股份 跌幅都很厉害 好像刚刚提及到 腾讯 阿里 今天都单单一日的时间 都跌了7% 但是 两只股价 如果你用年初至今 即是今个月去计算的话 阿里巴巴升了2.4 腾讯差一点 都升2.2 其实 升幅一点都不小 所以 现在这样回调下 我完全觉得 合理 始终市场太多 而且 你也可以说 他们真的 一一一一一一调整 其实我觉得随时会来 但只不过 今次是借着 不水这个情况 即是狂沽的时间 那变成 他们现在 叫做 就是 回路下去 反而我觉得 好像 是好一点 如果你是紫色不跌的话 反而更害怕 现在这样调整一下 反而我又觉得 OK的 当然 今天也是强调一次 今天跌幅 跌势 这一下是急劲的 而且这一下 是不止 成分股 是有很多股份 其实我比较是差的 包括我自己拿着的 譬如1.70 这一堆 都跌回整 只不过 用回 今年去计算的话 那其实 升幅足处还是很夸张 所以 就变成大家 暂时 可以当市 还未升完 即是 调整的 作出难免 而且 你也可以说 假设 用回短期的时间 去看 大家有些技术的位置 那 其实你当现在 这个 21,900 左右 应该是 大概 十天线 那些位置 但是 因为我今天 刚刚进来 拍这段影片之前 就挺有趣 又 看看 那是 什么 那是 用月线图去看 月线图 原来 今晚这么巧 月线图 原来在22,800 那些位置 原来好像有些阻力 而下面 又看着 应该是 二万零九十点 我觉得应该是 二万零天线 大概 大概好像是 月线图 我不知道是否记错 一会儿再去看看 但是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即是说市 你当现在短期 市 就看到一个顶 但是 下去 只要不穿二万一 就好像没什么 所以 大家 再逐步逐步 去看看市 之后后市 的情况 如何 这一下子的大跌 我又不是那么担心 反而 开心 再很多朋友 真的做了货 反而是好事 好事 好事 逐一只和大家 说一下股份 逐一只去回答 稍微写 难取义 先和大家 说一下 1055 1055 没有什么 这些是 航空股 其实你说 现在很多地方 已经复飞了 其实 内地都会慢慢复飞 所以这些航空板块 看起来我不淡 甚至国泰 股价比较弱 第一 它有自己自身的 负面超市 第二 其实我觉得 不会太差 所以有货 你又不继续 先拿着它 但这一段时间 会震的 因为这一段时间 市场已经是 市场的气氛 可能有些改变了 还有 有一件事 漏了说的 就是A股的情况 A股今天 其实今天是服市 但A股的走势 其实也不特别好 如果你用今天的表现去看 A股是高开完之后 其实是跌到底 即是跌到尾 它不至于是倒跌 但是表现 就不算特别理想 如果以外华这一段时间 如果是这么厉害的话 其实A股是差点的 所以明天如果出到PMI的时候 就留意A股 会不会再有机会 再震荡 假设A股升不起的时间 其实港股也有机会 被拖拖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这个情况 再说一下1310 这是香港宽频 香港宽频 没有啊 我觉得 如果你要收息的话 我反而建议你 选择一只623 即我拿着那只好 香港宽频 不是说它很差 但是 我觉得近年 也有很多 有时的交易 有些估计 不用分 因为我需要时间去分拆 第一 第二 我觉得它们这一行 这一贩 特别是香港宽频 要再确达 但你的客户基金 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难一点 即是 你那个 revenue revenue 不会太理想 太理想 所以 我对它的看法 就是中性 甚至乎 可能会比较审慎 如果你想选一些 安全 收约息的话 一只是623 另一只 好像是 中信 什么 中信 电信 我不太记得了 另一只 也是 可以的 好像那只 也是电信 好像那只 是183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那只 那只 也比较平稳 看看 183 对 183 中信 国际电信 可能会比较好 小小的 这样 有朋友就问 这个 1138 是否会发营起 我回答你 1138 一定会发营起 但只不过 营起赚多少 一下就 比较 比较 比较挑战 因为 那些行业 原先预计 它应该赚得很厉害 但是 因为10月打后的时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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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牛运指数 都回得很急 那会不会 令到它那个 业务表现 是差了一些 这是要观察 还有一个 因为我印象中 其实我们那些 那些 那些 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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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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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算的话 反而 突然转换 它的业绩可能会很厉害 因为可能 可能 运费价格那一刻 可能是一、二月才反映出来 但是 不知道 我还没有沽货 我还拿着它 我原来是纯粹 我认为自己 一眼光 看看 是否真的 运费价格 真的会反弹 那 我纯粹就是这件事 就是 信自己之前的研究 就觉得有人 看看油云的价格 是否会反弹 所以我暂时 还会先拿着 不过 也很老实 如果再弹高一点的时间 我会认真考虑是否要减车 因为我想再加上另一只股份 所以 可以看看 它的价格如何 但如果没有货 这一刻买不买 我又会觉得 少少 少住算 不要多 这只股份 当然股价 股价 一打上来的时间 可以弹得好一点 但是 如果带着 捉不住的那一刻 回得很急 甚至火轮 无限无限无限 的时间 你反而给它 地上转 你可能和少些机会成半 所以 就不要太重处 这一只股份 另外 先说 这个朋友 有些人都很棒 之前买了 1970 之前买了 然后现在已经减持了 已经高的监制了 然后再换买去880 可以吗 可以吗 要不要买回1970 那 这1970的IMAS 其实你问我 我也是未沽的 上个星期 其实很多货想沽 想买 最终之 什么都没有做过 今天跌了一成 但是跌了一成 也好 今个月 已经升了很多 所以 我觉得 还可以先银行 而且 看内地的票房收入 比我想象中 其实还可以 其实我原先估计 今年 农山年的票房收入 我预计 可能是60亿左右 不多 但是结果 差不多到70亿 当然 和之前的时间 相比的话 是差一点 但是 今天有些负面东西 有次提到 内地的票房做假 那些东西 我觉得 气氛上有些转差 但是没有什么 我觉得始终是 你现在的版话 是 復常 復常上去的时间 它那个 盈裂方面 这个表现 会有很不差的表现 所以 这一支 我们暂时都会考虑一下 拿着它 暂时 暂时 我又不会 打算沽它 但是880 就两个问题 对了 880 因为现在 你现在要买的话 我会建议你 等到 堵收数字 出来才考虑 有星期三 才先 因为 你说低位拿着货 我又觉得没什么 你便先拿着坐下 但如果你现在 这一刻追货的话 就无谓 这个堵收数字 的情况 因为 有些行刊 好像是 90亿 之前的时间 现在 有些行刊 对 有些行刊 我之前的时间 好像是80亿 大家的行刊 估计是90亿 110亿 那明显大家已经进取了 所以 看看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假设 假设 可能已经很厉害 那又不怕追 如果厉害 反而突然转转转转 安心 但出来差的话 如果之前的那个 升幅的话 要跌下去 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 如果没有货 现在 不如忍一忍 忍一忍 才会比较好一点 那最后 就是这个 换马 就是这个 1263 转这个 叫做 是妈妈3 我看到朋友留言 说不要转 我的建议 就是两个都不要理住 哈哈哈 那 刚才1263 你有货 我不知道你什么位 有货 之前 是高位拿了货 还是现在才能买 这些东西 绝对是 能玩的 大家应该有听我说过 我都知道 我都经常说他自己都不知所谓 哈哈 虽然我都有货 但是 他出迎景 这样 然后你预计过去 业势又不会好 那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下半年会蚀钱 那就蚀钱多 但是蚀钱多 但是钱多 要派才行 但是不知道你派不派 这次 但是我换衣服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同意的 两个东西不同 但是妈妈三 其实 如果这个真的要严格上 去说两者的 那个业务的情况的话 妈妈三是比1263好 为什么呢 妈妈三还有一个行业 一些是 那些储电 甚至乎 一些电力设备的行业 现在很明显是旺的 因为有抽水出能 我们有很多 一些 一些 电霸 那些 发电系统 那些 项目相关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的 那最新的 都好像见到 是虾电 又拿了一些合同 回来的 但是股价 说真的 升了很多 那我就觉得 没升够 不 但是问题就是 只要升那么多 它再下一些 的话 都可以下得很急 今天跌了7% 其实跌的不是少 不过 不知道呢 如果你没有货 等业绩出来 才再追到未遲 因为这些股份 真的有时候 你 憧憬越大 失望越大 而且 我又真的觉得 它的业绩的表现 是很难掌握的 你问我自己的研究 很深入 但是我都不敢说 它的业绩 会有多好 我也说不出 那我希望 这次业绩出来 令大家对它有机会 可能认识更多的时间 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不做得比较好一点 这个股价这样 但是这一只 或者是1072 都是我今年的 深水股之一 深水股之一 我去年都说 其实我看好一些 电力设备股 电力设备股 油股 一些 復偿股 是去年的时间 可能第四个月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的 那 都算是这样 我表现就算是这样 不过就变了 对吧 我觉得大家反而来一转 真的不需要太多进取 因为始终记住一件事 现在只不过是一月份 一月份的时间 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急 慢慢来 我想 好像很简单 如果你有课 有先赚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拿着课价就可以 等机会 再加住 多一些资料就可以 但记住 现在只不过一月份 今年有停11个月 真的不需要急 所以大家不妨 趁明天的时间 再观察市场 看看是否真的那么强 还是说 其实好像差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做两手中备 但是记住一件事 真的不需要心急 最重要记住 戒急容忍就可以了 好了 那今天暂时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再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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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